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争结IMB吸睛诈骗案 主嫌曾国伟等31个人 被依照洗钱防治罚等罪嫌遭到起诉 但是曾经帮忙代言的资深媒体人盛竹如等5个人 则是获得不起诉处分 另外行政院副院长政文灿 调查局的曹信调查官 还有民进党立委陈欧破 遭到指控跟IMB的主嫌有着密切往来的关系 因此现在警方也要继续侦查 厘清真相 网络借贷媒和平的IMB 以假债权真吸金手法吸进90亿元 受害投资人人数恐怕超过5000人 统统血本无归 台北地检29号侦查终结 依违反洗钱防治罚等罪 起诉主嫌曾国伟等31人 侦查中并企图恢复其他共犯人 以逆犯罪手法 请与从众量刑 不过曾为IMB代言的资深媒体 盛竹如等5人或不起诉处分 因为检方认为盛竹如虽然收取 20万元酬劳担任情向大事 还依照对方提供的大字报拍摄广告 但无法证明当时他就已经知道 公司从事步伐 况且盛竹如也没有投资一毛钱 或是担任公司干部 因此罪嫌不足 开记者会说 他是被盗用图片 他没有参与 他们就已经收取这步伐所得 先且传出政治人物涉入吸金案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遭指控承受主嫌曾国伟 请脱提拔警戒友人 还有调查局曹姓调查官 与父亲还有妻子投资IMB 获利两万多元 违反公务人员兼职等规定 以及民进党籍立委陈欧破 也传跟祖先有密切来往 目前检方都要另案侦查 不认识曾国伟 也没有往来 那更没有人事的请托 这个热力的指控 所以我因此也提出了告诉 祖先曾国伟把诈骗来的钱 拿去买名酒名牌包 高价艺术品 检方查控他的不法所得 包含房地产 只是被害人最后 到底能拿回多少血汗钱还是未止数 藉由周总理马盛杰台北报道